美国九一恐怖攻击事件之后 反穆斯林情绪升高 也导致生活在各地的穆斯林遭到排挤歧视 美国有名穆斯林女性就身受其害 不过她没有因此退缩 十年前创办了全美第一个穆斯林女性部落格 致力消除社会对穆斯林的误解 也获得了许多年轻人共鸣支持 现年二十七岁的阿曼妮 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穆斯林 出生于纽泽西州 她的童年很美好 直到九一一恐怖攻击发生 911发生那年 阿曼妮才九岁 她在学校开始被霸凌 随后美国发动大规模反恐战争 伊斯兰被西方媒体塑造成恐怖主义 导致美国社会凝漫伊斯兰恐惧症 穆斯林成为恐怖攻击的带罪羔羊 生活在歧视与攻击的恐惧当中 阿曼妮夹开的店被抵制遭淡洗 但阿曼妮坚持继续带穆斯林头巾 彰显自我认同 十七岁时她创办了美国第一个穆斯林女孩 部落格 邀请全球穆斯林女孩分享自身故事 希望消除社会对穆斯林的误解 以及对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 引起年轻族群广大共鸣 现在网站每月造访人四大数百万 转型成媒体平台 阿曼妮也因此入选 二零一六年复笔式 全球三十岁以下的杰出人士 虽然阿曼妮因此获得不少奖项 但她说最令她骄傲的是不少女孩告诉她 这个平台已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更是能安心自在表达穆斯林文化 价值观的避风港 记者 王子欣报道 让你叫赢斯林零一首